大家好 我是小林 今天又出大状况了 都出大事了 这个席包子的江山又是震荡起来了 天天现在席包子这个江山 就不是固若金汤 他现在不是四个自信 他四个自信 现在他这个江山貌似是像一条破船 每天都一堆的大事 一堆的难事 今天又是啥事 其实我昨天说了这个本生专的事情 人家是专生本 他现在是本生专 这本生专的这个事情 他没想到发酵 本来是家长的问题 家长去堵了个教育厅 家长去闹 谁知道现在不是家长闹 学生也闹起来 变成了学生运动 这个已经定性为学生运动 学运又回来了 你想想刚好又是六世 不得了这个事情闹得够呛 一个是发生学运了 而且是这个已经定性为群体性事件 他现在这群体性事件强的已经是 官方都不敢说这个是群体性事件 除了说这个以外 我还要说一个什么呢 还要说一个张献忠事件 发生在复旦大学 所以说复旦大学 这个大学现在也够烂的 就出了个张维维 然后在匈牙利搞了一通的烂事 在匈牙利也是到处游行示威 现在整他 所以可见这复旦大学已经烂了 就被现在这一 不知道是严命不行还是领导不行 反正都搞烂了 这两个都跟大学有关 大学又跟什么有关呢 大学跟资源有关 大学跟资源有关 所以我们最后我们要总结一下 现在这两个事件背后的社会深层是矛盾 社会深层是问题 细胞纸这条破船破在哪 它现在漏水漏的什么情况 我们最后要提炼提炼总结总结 先说社情 社情我们再展开介绍介绍 先说这群体性学育 先说学运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闹得最厉害的两家学校 两家学校都是江苏的 江苏的学生门牛逼 一个是南通大学信林学院 一个是什么中北学院 哎呀我这个找不出来了 中北学院 中北学院啊 啊这就就蓝师大蓝师大中北学院两个是闹得最厉害 闹到什么程度呢 这中北学院是 呃把把把校长堵住了 校长进去给他们做工作嘛啊 你看你看这这新闻说说的非常有意思啊 就是我看这新闻非常有意思 新闻怎么说的呢 呃 这个公安局啊 江苏省丹阳市公安局发的公告说6月6号下午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部分学生应对这个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合并转设工作不满 啊在校内长时间聚集这个你看这公安局这发发通稿的人的脑袋都是进水的 他说学生在校内长时间聚集 就这句话我都吐槽你半天 学生上课是不是长时间聚集呢 啊是吧 学生在校内长时间聚集都错了啊 就够呛啊 然后并将前来就做就搞了个好像是大礼堂一样的东西 呃有校长长某55岁进去做就解释工作给学生做思想工作 其实这个事情我真要说说校长真是也是悲过的 这个事情转设工作来一来教育部发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习包子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你教育部自己发的2020年的时候就说你们这些独立学院要解决 你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解决 很多东西就是一直都是历史遗留问题遗留几百年都这样的 他不知道为什么一拍脑袋 哦你们要解决你们要转设 然后下面就做工作了啊 下面有时候也是犯件嘛 下面的领导的基层领导或者是基层工作人员也是想邀功嘛 因为我们解决的很好 我们转设的很好 想想想做做出成绩来嘛 有时候就是上面拍脑袋 下面呃犯件想邀功啊 通常就是这样就把事情搞砸了 嗯啊这个校长以为自己很牛逼啊 过去解释半通学生都服你啊 所以知道学生根本不服他 呃这里公安局发的公告说是非法扣留啊 嗯怎么说呢 我看到的情况是学生应该是堵通道 把那个出口堵住了 然后这个校长就单就走不了了嘛 但是就是把通道堵住啊 学生住起来人墙 你说这是不是非法居留 不知道啊不知道啊 所以应该讲 哎呦这个这个真是这么好说啊 啊反正他这里说的是现在已经是闹得最凶的 这两个学校来已经是宣布了宗旨 就是那个宗是用那个终结的宗呢 最终幻想的宗呢 啊这个终结的宗也就是这个事情就不搞了啊 但是他不搞转色 这会不会再搞其他的啊不好说 反正现在要保证的就保证这一批学生 我们我们这个学信网不要不会变 我我觉得够呛 因为哪怕让你这四年不变你毕业了之后 他学校改名变不变不知道 哎呦这这这所以要研究啊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这些学生说了 如果变成职业本科这区别还是蛮大的 因为他呃正规本科 那个叫学士证 像我就有学士证 我是法学学士 啊那那那那那些学生如果变成职业本科了 说是本科 但事实上这个这个职业本科 他是不能够考公务员 然后就职啊方方面面 他法律地位是不一样的 学信网信息也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这个无论你怎么宣传没用 涉及到人的实际利益 口袋利益的时候就没有爱国 啊爱国停留在嘴巴上啊停留在嘴巴上 我告诉你只要牵涉到我的我真有一头牛啊 啊是吧 我如果我有一百万我献给国家 因为我不怕我没有一百万 我如果有一头牛你这头牛给不给国家 我不行啊 因为我真有一头牛啊 我这头牛不能给国家啊是吧 爱国停留在嘴巴上啊 所以很多人啊包括你看这长某 钱包受影响啊 自个的前途啊 你看这学生拉的大横幅啊 这种学生运动我都不知道 几十年没见过了啊 在中国写大字报 拉那个横幅车在二楼那个大礼堂 那里放下去 哇不得了 你那种叫藩嘛 我这香港人不是经常在什么狮子山啊 那里弄个黑藩啊 就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你看这牛逼啊还我资本 绝我前途 我跟你死拼死磕 闹得非常严重 闹得够呛啊 这个独立学院 我也说说这独立学院是怎么来的 独立学院当初也是做这个体制的问题 体制啥问题 他教育经费不够 当初为什么有什么北京师范大学 驻海学院啊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啊 就这些大学国家没给钱 钱没给够 所以我们就说再重也不能重教育 最重就是教育 我告诉你 在中国人家什么印度啊 什么什么的菲律宾教育都不知道多好啊 朝鲜的免费教育 最烂就是中国 最产业化就是中国 你可以这么讲 你可以说产业化说的好听一点啊 就没钱 国家没给钱 都领导喝茅台酒去了 和领导泡妞去了 领导泡妞有钱 学生读书没钱 没钱怎么办呢 没钱就 离夜可想而知嘛 像我像我我们读那个2A本科的 一年三千多块人民币 肯定不够的 都是靠国家补贴 国家又不想给钱怎么办呢 当时就开了个口子 让这些学校再开一个独立学院 然后就收高价的 反正都有 有些非常贵的也有 然后就赚钱 通过这个来赚钱 来补充学校的财政 说到底就是当初钱没给够 中央没给够 因为这些都是响当当的学校嘛 你想想南京师范大学 我一听这名字都起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一般人考不上 你开玩笑 一般人高中都考不上的 先考上高中 高中都考不上的都大有人在 你想想 考上高中还要考个本科都不容易的 真不容易 所以这些学校他他就钱没给够 然后就搞了个独立学院 他现在这个烂摊子的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拍脑袋 要把这些独立学院又全部取缔 所以就这这完全乱套 乱套乱整 这个权力的傲慢 以为自己是跟冲 你洗包子那么牛逼 你洗包子试一下去做学生工作 试试啊 你洗包子是不是一去的 学生全听你的吗 你看看是不是 全部听听实际的 听利益的 你谁来都没用 你洗包子来也没用 你洗包子来了 给我们解决有用 现在这个江苏省说暂停 但是没说中止 中止的只有闹得最凶的两个学校中止 所以这两个学校的学生 你们牛逼 你们是好样的 你们给自己为自己负责 我觉得你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大不了就给你关个15天 什么治安管理处判条条例 没事的 关个15天 你保住了学位 还是值 我觉得值 你还别说 他给上不了 只要你人多 上港上线上不了 你放心 大不了给你关个15天 怕什么呢 把学位保住最重要 对不对 所以深层是问题 我们再说 但现在这个问题 其实也伟大不掉 因为你如果江苏闹一闹 你就不转了 到时候其他省呢 因为你这个是全国统筹的东西 你其实这很麻烦的 要不你就硬到底 你全部都不轻的 全部抓起来 全部清场 对吧 开坦克进去 是吧 你要不就这样 你现在就不三不四 我觉得有点不三不四了 现在就搞得 你这个又杀猪车了 又好像又服软了 那到时候你又想搞了 或者说又想搞其他的 他们又不同意 会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呢 是吧 你到时候你说可以关停啊 甚至可以转民办 转公办 转转或者说关停 关停学习网信息会不会有变化呢 关停能不能关停呢 因为关停其实不实际 因为关停涉及到用地啊 那这么大个学校 这么多的基础设施 这建了这么多教学楼 你说关停 我觉得够想 我觉得不太实际啊 那你全国有些地方 如果江苏闹一闹停了 到时候如果广东又要搞 或者说福建又要搞 上海又要搞 浙江又要搞 或者说什么什么 安徽又要搞 到时候那边也闹 大家都闹 你这个东西就搞不下去吗 那有些已经转了的怎么办呢 没闹转了的 我看有 好像是广西啊广东都有一点点吗 有些已经转了的怎么办呢 到时候哎呦 他闹一下可以不转啊 那我们你就给我们转回去哦 或者说哎呀 这也是麻烦了 搞起来一大堆涉嫌 一大堆问题 不是那么不是那么好解决 而这再说张献忠的事情啊 张献忠厉害了啊 这个张献忠是个什么人呢 复旦大学的老师的讲师哦 姓江的啊 这个叫江文华 呃上海复旦大学 其实经传教师 杀教师啊 不得了啊 数学学院的江文华老师啊 是个讲师啊 这个应该不是教授 讲师啊 因不满工作安排 持刀江数学学院的王 王什么 他有个名字 王永珍书记啊 捅成筛子啊 说说说挺挺挺厉害的 捅成筛子了啊 像马蓬锅一样了 把他捅的 哎呦不得了啊 现场非常非常血腥啊 听说非常恐怖 呃 这个姓江的呢 也是非常斯文 我看了看视频 我老实的很 老实的很的一个人 就是蹲在地上 警察问他什么问题 好像小孩子一样 我问一句大一句 是个书呆子 这书呆子 他他也是逼急了 也是逼急了 39岁 不三不四的 你现在把他踢出社会 我不知道 所以这 所以这王永珍也是 也是全力的傲慢 跟刚才那个校长一样 你以为你是一算根冲 哦 你以为你要宣布的 你这工作没有了 然后人家就就灰溜溜走了 这 沟通有问题 这沟通就是过于傲慢 以为自己什么都是个自信 什么都搞定 我一听你 人家肯定就想想多了 想多了 现在你看这江南的自述是因为工作 对他怀恨在心 他这个江文华在国外读到博士 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就没通过 然后就回国了 回国了 就在苏州大学待了几年 然后又在复旦大学待了几年 现在是没能续聘 就把他裁掉了 在国外大学读到博士后 你都不续聘 你想请什么人呢 我都不明白 真的 证明现在国内 我们谈谈深层次问题 社会资源非常紧缺 这个内卷 你说内卷来源于什么呢 来源于资源高度紧缺 现在国内资源非常争夺 这晚饭不够大家吃 明白吧 你看像日本 那就是明显的不同 日本的劳动力不足 这么大个疫情 他还要不断的引进外来劳工 你想想 签证每天都在发 每天都有人办劳务派钱 只是现在签证到了 他们还没能入境而已 签证还是发了 工作还是安排 你想想 他这么大个疫情 日本仍然需要在全世界找工人 他这紧缺到什么程度 非常紧缺 劳动力非常不足 非常不足 资源非常充分 你来了就有工作 大把工作 你语言过关 你肯定要沟通 对不对 那就大把大把的工作 中国不是 中国工作现在看来非常紧张 不好找工作 资源非常紧张 不是资源过剩的问题 资源非常紧张 几方面的资源 一个你看这里面也提到张献忠 他好像跟他老婆也不对付 他老婆也欺负他 还是怎么回事 老婆也跟他关系不好 可能混不起来 老婆骂他 或者说怎么样 老婆你看多少次因为老婆走上街头的不少 所以现在资源了好多方面的资源 一个你看老婆也不够 现在国内老婆也是个资源 老婆也不够 然后就业也不行 工作也不够 找不到工作 这个博士后都找不到工作 一个清华大学的去做家政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读到什么耶鲁大学 还是哈佛大学的去做居委会主任 你想想现在国内紧缺到什么 这个紧缺的大背景还是发生在老龄化社会 全世界都没有中国这样的 证明中国的经济衰退到什么程度 日本 欧洲 他老龄化伴随的就是不够劳动力 不够劳动力应该来说是找工作 非常容易才对 你看这日本 你看日本 公务员多的没法做 你也可以去做公务员 公务员都没眼做的 简直是 你想想 劳动力非常紧缺 岗位大把大把 国内我都知道怎么搞的 人家老龄化应该来讲 伴随的是工作岗位大把 随便找工作 招不到工才对 但现在国内 怎么这么难找工作 其实非常奇怪的现象 只能解释为经济下行的太厉害 资源衰退的速度 超出超出我们预计 都是个资源问题 背后为什么闹起来都跟资源有关 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资源 就要吃饭 对不对 你看学生为什么为了他这个一个毕业证他要闹呢 你以为他吃饱饭没事干给你闹吗 不是啊 他就必须闹 因为跟他的资源有关系 以后我不能考公务员 可能我家里面有背景 只要我条件符合 我还是能当公务员的嘛 但你如果这个学历给我卡死了 那就算我有关系也弄不上去 所以这个学位就非常重要 就非常重要 所以就资源 资源资源 还是现在这口饭吃 说熟一点 就这口饭没得吃怎么行呢 就是学 所以关于这个大学 一个张献忠 一个学生们闹 归根到底反应的 我们这个财经频道 我们最后又回到我们这个财经上面来 所以归根到底 跟这口饭有没有的吃有关系 你搞得大家没饭吃怎么行呢 是吧 所以就习包子啊 这些领导啊 就好好想想 这国家究竟怎么管的 管的乱七八糟吧 整天就怪怪怪不失利 这怪怪怪谁呢 这为什么不扯了啊 反正就就这样 祝那些学生好运吧 后面能够争取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吧 嗯 那先到这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点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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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